这男的绝对是个出生 26岁阳光开朗的女孩 嫁给他近8个月 就被其折磨到重度抑郁 然而女孩抱紧八字 却都定性为家庭矛盾而草草受伤 最终女孩被其活活打死 让董山人一丝不挂 整个身体贴在那个 贴到那玻璃上展翅 元宝们看完他的所作所为 你也一定会忍不住掏他两句 假如你以为这只是电视剧演绎的片段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真正的家庭暴力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一打有时候打半小 打完了半小 然后一丝不挂 他那是一个落地的那个什么 那一大灯 晚上嘛 把链一拉 开着大灯 让董山人一丝不挂 整个身体贴在那个 贴到那个什么上 贴到那玻璃上展翅 变态 舒适变态 这位阿姨所说的董山山 是她的女儿 生于1983年 这是她婚前的照片 安静甜美 这是她的结婚照 看起来美丽动人 但仅在婚后五个月 她的眼神就已经暗淡到没有生机 而身上是大片大片的青色的伤痕 这是她婚后八个月的样子 也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此时的她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全凭机器在续秘 从我们这看 她基本上像一个怀孕 基本上认成将近足月的一个患者 肚子就是已经鼓起来了 腹部里面是什么 那这主要是血液 此时的董珊珊腹部出血 身被打坏 肺被打裂 并且还有多处骨折 也就是说 她几乎全身上下 从外道内没有一处完好的 她好像是被一群人打过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 总是从各四面八方 对她有一个冲击 2009年10月19日 年仅26岁的董珊珊离开了人世 走完了她这短暂的一生 也许这对于她来说 反倒是一种解脱 因为她再不怕被丈夫毒打了 再不怕被活生生的从父母手上抢走 被扔到农村里 天天被毒打了 根据法医出事的鉴定 董珊珊符合被他人打伤后 激发感染导致的多脏气功能衰竭 翻译过来就是 她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面对这样的结果 董珊珊的母亲后悔不已 我不杀了王光宇 我也得把我闺女拽回来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事情还要从2008年说起 当年三月 以为工作关系 作为销售的董珊珊 接触到了王光宇 王光宇比珊珊要年长几岁 经营着一家外贸公司 接触的多了 渐渐的两人就发展成为情侣 在董珊珊看来 王光宇应该会是完美的丈夫 这个男人能护我 最起码我受什么欺负的时候 他说他肯定会打倒一片 两人相识九个月之后 正式结婚 在外人看来 董珊珊如公主一样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谁能想到 这是他跌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开始 董珊珊的父母 第一次觉察到不对 是在珊珊结婚后的第三个月 那天半夜三点 王光宇突然打来电话 问他们董珊珊是不是回家了 就是一点多 我们被一个电话 我那还迷迷登登的 我一接是王光宇打来的 我说谁呀 他说我是冬子 他说董珊珊没回那个 就是他那个柏林哀怨 我说什么 我说董珊珊上哪了 哎呀那整个后半小 我们俩也没睡 出去六大马路找孩子 老两口这才知道 女儿离家出走了 家人们惊慌失措的 到处寻找珊珊 但一直没有结果 期间 珊珊家人追问王光宇 珊珊为何要离家出走 王光宇闪烁及死 只一口咬定 说是夫妻间出现了小矛盾而已 找了三天 没有找到 家人指的救助民警 终于在第七天 董珊珊回到了父母家 此时的她与刚结婚时 判若两人 一进来就跪了一个脚垫上头 我也古灯跪到那儿 我们俩抱后就哭 他就说妈 他经常拿我杀气 殴打我 回来以后给我们的感觉 大眼睛笨的 蹲到那墙角 一会儿底下一泡酿 晚上睡觉 给我们惊醒 求求你别打我了 缩成一团就那种 把我的脑袋 董母觉得事情严重 一边带着她看心理医生 一边不断的追问珊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她的就医记录里 我们可以看到 毒打 害怕 恐惧等字眼随处可见 虽然才结婚两个月 她对王光瑜已经没有了爱 除了害怕 就是恐惧 此时的她 已经患上了重度抑郁与重度焦虑 并两次仕途自杀 从事后 王光瑜的交代力我们能看到 其实家暴在婚前就已经开始了 只不过当时还只是她小事身手 董珊珊也没有引起足够的情觉 你以为家庭暴力都是因为争吵引起的吗 都是因为受害人做错事了才被打的吗 错 很多时候 毒打就是毒打 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也正是每一次家暴之后 王光瑜的跪地求饶 痛哭流涕 甚至还信誓旦旦的写下过保证书 言辞恳切 也正是因为这样 让善良的珊珊选择了原谅 但这并没能化来王光瑜的悔改 反而让她在每次家暴的时候 更加有恃无恐 对于为何要家暴珊珊 王光瑜的解释是说 自己在外面做生意 经常受人的气 无处发泄 所以才会对珊珊这样 在董珊珊短暂的婚姻生活里 每一天面对的都是惶恐不安 她不知道接下来 丈夫会用什么变态的手段来对付自己 打完了半宿 王后一丝不挂 她那是一个落地的那个什么 那一大灯 晚上把帘一拉 开着大灯 让董珊珊一丝不挂 整个身体贴在那个 贴到那个什么上 贴到那玻璃上展示 就是往外 裸体挂在窗上展示 那一次董珊珊就这样 被王光瑜向外展示了近两个小时 这对女人来说 是剥夺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令人发指 人神共奋 此时的董珊珊终于觉醒 想要通过法律途径结束这段婚姻 2009年4月 董珊珊向法院起诉离婚 仅仅是在三天后 王光瑜就找人找上门来 活生生的把董珊珊从母亲手上抢走 我们就刚拐过龙脚就听着救我呀 哎呦 孩子就被了那么几个人忙 我就这样的倒着就给拉走了 身为母亲 那能容的王光瑜胡来 立即报了警 警察也上了门 但由于两还没有离婚 而且在那个时候 法律也没能对家庭暴力 有清晰的界定 警方也只能定性为家庭矛盾 让他们自己内部解决 抱着他们大腿 我说你们一定救救我 我归 我说我归你 都起诉他离婚了 什么的 后来他们说 起诉了 那必定是刚起诉 还没有那个 就是解除这个婚姻嘛 至此董珊珊失去了音讯 期间父母多次寻找 都杳无音讯 2009年5月12日深夜 董珊珊的母亲 突然接到了珊珊的电话 说她和王光瑜刚回到家 求母亲快来救她回家 接到电话 董父董母立即上门 去救女儿 此时的董母已经被怒火点燃 为了保护女儿 她豁出去了 你个王八蛋 你要不让我们把董珊珊带走 咱们就同归一心 后来完了 她还是就是 珊珊 你是不是那个特别爱我 你不能那个走 什么的 你不愿意让你妈的 人董珊珊打 头天打电话 让我们去接她 他们家也是有一个 那个挺细溜的 那么一个刀 真是拿起来以后 我就冲着扎去了 最后她就那个 一夺我那刀嘛 滴答滴答的地板上 连她就这块东西 简直加持 王光宇改变了策略 开始当着珊珊父母的面 对珊珊进行 屁又为 一直不停地问 珊珊 你是不是爱我 你是不是不想回家 你是不是想跟我在一起 如果两个小时拉举站 见董母态度坚决 王光宇的精神状态 好像又变了一个人 她就死活不放董珊珊 后来最后倒是 她还哭了 那意思就是没办法了 那个 珊珊 你走吧 你走吧 我说珊珊赶紧走 拽着我们俩 拽着珊珊 走了 原来自打上次 董珊珊被抢走之后 王光宇就逼着珊珊撤销离婚诉状 如果不同意就是一顿毒打 整整一个月 我不会让你爹妈好过的 甚至我要 还跟我说 就是咬着那个牙 说 甚至我要杀了你爹妈 就这样 我要杀了他们 这张照片 就是那次珊珊被带回来后拍下的 离婚可能自己的父母 遭受王光宇的报复 报警 民警又说这是家无事 回去 又是那暗无天日的毒打和侮辱 终于 在5月17日这天 董珊珊留下了一封信号 离家出走了 因为家庭暴力 我现在重度抑郁和焦虑 我觉得事情解决不了 怕面对她 不想和她在一起生活了 所以只有选择离开 才能解脱 我知道这次出走 一定又伤透了你们的心 你们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吧 对不起 对不起 独孝女董珊珊 2009年5月17日夜 父母想 她离家出走也行 也算是逃离王光宇的另一种方式 可谁知 三个月之后 当他们再次见到董珊珊 几乎都不认识她了 什么样子 就是浑身亲子肿胀 就离远一看 看不见眼球 我说你又怀孕了 他说妈没有 我这里拧着腾 侧着腾胸 平着腾 弓着腿 不能伸开 原来自珊珊 离家出走之后 不到一个月就被王光宇找到了 然后就把她带到河北的一个小村子里 每天独打着夜里 整整15天 据王光宇自己的交代 8月5日使她打得最严重的一次 王光宇这样向警方交代 把她带到了河北狗狗庄 待了15天左右 期间在狗狗庄 她告诉我她爱上了别人 我生气又打了她 还是一样 拳打脚踢 打在身上 哪儿都打 哪儿都踢 乱打 从河北回来后 我从柏林爱月 搬到了京通院 三号楼201 在屋里打了她七八回 其中打得最重的一回 是2009年8月5日左右 用拳头打她 用脚踢的 从卧室门口 一直踢到床上 哪儿都打 哪儿都踢 直到她倒在床上为止 也不知道踢了她多少脚 很难想象 26岁的董珊珊 在当时是多么的无助和绝望 2009年10月19日 董珊珊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 在她八个月婚姻生活中 曾经报过八次警 但每一次都因当时法律的空白 导致只能按家务事处理 2010年7月 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宣判 王光宇以虐待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六个月 附带民事赔偿81万元 董珊珊的父母 哪能接受这种结果 提出上诉 但最终被驳回 据说 后来 王光宇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 仅仅三年就出院了 更让人觉得恐怖的是 之后有一个姑娘报警 声称遭到家庭 而她的丈夫就是王光宇 此案 曾在当年引起巨大反响 多家媒体报道 也引起了立法机关 对家庭暴力的重视 之后多次修订法律 现在 如果当你正在遭受家庭暴力 请勇敢的报警 向当地复联党相关单位 寻求帮助 对家庭暴力的重视